和男朋友出去吃饭 碰到一个漂亮女孩 她怯怯地站在桌旁 谭老师 我能和你们坐一起吗 男朋友皱起眉头 眉点眼色吗 女孩眼眶里的眼泪在打转 她默默去旁边的桌子坐下 中途去洗手间时 我又碰到这女孩 她收起怯懦的表情 用志在必得的语气 对我道 三个月之内 我能拿下你男朋友 信吗 只看外形 女孩娇俏可爱 但说出来的话却叼满讨人厌 她抬着下巴 圆圆的眼睛里闪烁着精明的光芒 我默默洗完手 走出洗手间时 对她说了一句 她不喜欢你 到了外面走廊 我还听到身后传来女孩兴奋的宣言 现在不喜欢 不代表永远不喜欢 咱们走着瞧 回到饭桌 我抬头看了眼对面的谭思玉 她一身西装 戴着无矿眼镜 斯文俊秀 不愧是大学老师 举手头足间都散发着温文尔雅的气质 见我回来 她对我温柔笑了笑 把盘子放到我面前 牛排帮你切好了 我迟疑了片刻 还是忍不住开口 思玉 刚才那女孩 就是个神经病 不要放在心上 她直接打断我 她是 你同事吗 怎么可能 她一个大专毕业的 那 你们怎么认识的 就是 她忽然跑到我们学校 蹭我的课 说是要提升自己 说话间 谭思玉打趣地看我一眼 怎么 吃醋了 她喜欢你 我语气赌定 谭思玉直接从对面过来 坐在我旁边 她搂过我的肩膀 温柔安慰 别放在心上 我对那疯丫头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轻轻点了点头 一周后 下班回家 我在小区门口 又见到了那女孩 她一身嫩黄的连衣裙 扎着双马尾 扑斥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于朵朵 将会是谭思玉的下一任女朋友 我从未见过这样大胆的人 嗯 准确地说 无耻的人 一个女孩子 怎么能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出 要抢别人男朋友的话 她不喜欢你 我再一次重复自己的观点 这样说吧 还没有我于朵朵三个月拿不下的男人 她满脸高傲 我看上谭思玉了 她这朵高领之花 我一定要夺走 抢别人男朋友 你还要不要脸 一向好脾气的我 第一次对人说脏话 呀 姐姐生气了 于朵朵眨眨眼睛 你不是说她不喜欢我吗 怎么紧张起来了 我只是不喜欢你的行为 我语气严肃 谭思玉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你抢不走她 我知道 她喜欢姐姐这种温柔懂事的女孩子吗 我这种幼稚叛逆的不是她的菜 她耸耸肩膀 放心吧 很快 我就会变成她喜欢的样子 谭思玉不是你 她有道德感和自我约束能力 不会对你动心的 我一字一顿道 这样吧 我跟姐姐打个读怎么样 她笑咪咪道 听说你们感情很好 她很宠你 已经开始计划结婚的事了 而且据我所知 你们两个还没同居 姐姐是保守的女孩子 还没跟她越过最后的防线吧 我打赌 三个月之内 我一定能跟她上床 你敢跟我赌吗 神经病 我越过她 静止朝小区里走 怎么你们两个都喜欢说这句话 斯文的人骂人 都这么含蓄吗 她在我背后轻笑 我申请加你微信了 你通过一下 我随时给你呈现我们的进度 刚回家没多久 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 谭思玉拎着买好的菜站在门口 她像往常一样 直接朝厨房走 你看电视 我去做饭 谭思玉的厨艺很好 只要她晚上没课 都会在当天下班后 直接到我这里 给我做饭 吃完饭 我们会一起靠在沙发上看电视 聊天 有时候 我会去书房处理工作的事 她就粘在我旁边 捧一本书看 偶尔有闲情 我们会牵手出门溜达 去江边逛逛 或者去看一场电影 我们两人都是内敛的性格 不喜欢张扬热闹的氛围 相处的日子都是这样平平淡淡 但是很温馨 我们谈了大半年 谭思玉各方面都无可挑剔 她性格温和 从来没在我面前发过脾气 她体贴周到 很会照顾人 我生理期 她会给我熬红糖浆茶 她不让我订闹钟 每天早上准时打电话 叫我起床 她还会做饭 会打扫卫生 会做很多家务 此外 她名校毕业 有学识有才华 还在高校当老师 有时候 我都觉得 她只是储备亮惊人 不论我问她什么 她都能回答上来 我平时喜欢摄影 买相机时 她居然还能给我提供专业的建议 一次 我们一起看电视 镜头中的医生在做手术 她倾笑摇头 吐槽 太不专业 连拿手术刀的姿势都不对 这你都知道 我惊讶地转头看她 看多了就知道了呀 她轻描淡写的语气 我认真盯着她 满眼佩服 谭思欲 你是不是没有知识盲区 她思考片刻 故意叹口气 生活不易 多才多艺 谭思欲 是很多姑娘 想要的完美男友 我们相处得一直很好 上个月 她跟我求婚了 会不会太快了 我有些吃惊 她紧紧抱着我 清晰 我迫不及待想娶你了 我们还没见过家长呢 那 十一放假 我们回去见家长 先去我家 再去你家 好吗 要不 年底吧 我有些犹豫 十一 就剩两个多月了 还是有点太快了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谭思欲轻轻叹了口气 无奈却包容的语气 好 独一你 晚饭 谭思欲做了丰盛的三菜一汤 都是我喜欢的口味 吃完饭 她去洗了碗 我们一起在沙发看电视 偶像剧的男女主拥在一起甜蜜接吻 连空气中都是粉红色的泡泡 气氛到这了 谭思欲侧头看向我 眼里闪烁着浓浓的情欲 她揽过我的头 先是轻轻在我的额头亲了一下 然后 她的嘴巴慢慢下移 当我感觉到她的手即将伸进我的衣服时 我一把推开了她 我低头抱着自己 很自责的语气 对不起 思欲 我现在还不能接受 谭思欲狠狠喘了几口气 片刻 她居然轻笑起来 没事的 清晰 是我冲动了 我之前答应过你 结婚以后再碰你 是我没控制好自己 我小声哽咽 我知道 我是过于保守了 现在社会 谈恋爱同居很正常 但我就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 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夫妻 我真的没法跨过那道防线 可能 我的心里有问题吧 不 你没有问题 谭思欲轻轻拥住我 女孩子是要自重一些 你是在保护自己 我很开心 能有幸遇到你这样难能可贵的女孩子 我会把你捧在手心 像珍宝一样宠爱 谭思欲深情地望着我 眼里的灼热 浓烈到 像要把我燃烧 就在我快承受不住她的凝望时 电话铃声响了 接电话 我提醒她 谭思欲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不耐烦地暗灭了 怎么不接 无关紧要的电话 可是 不一会儿 电话又响了 她再一次暗灭 打电话的人很执着 电话一次次响起 似乎在跟她比 谁更有耐心 谭思欲耐心告庆 还是接起了电话 她的语气很不耐烦 到底有什么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好像听到她话筒里传来女孩的哭声 谭思欲拿着电话到了阳台 几分钟后 她挂了电话 清晰 我有点事 先回去了呀 嗯 她弯腰 在我额头栖了一下 匆匆离开 晚上 躺在床上的我辗转反侧 我的作息很规律 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就躺下了 十点半之前 我就会入睡 所以 每天十点半之前 谭思欲都会给我发晚安短信 可是 现在都十点三十五了 她却没有给我发短信 我点开微信 看到那个红色的点点 是那个女孩子 教育朵朵的 申请加我好友的通知 我反复点开很多次 迟迟没有按下通过 又犹豫了片刻 我按了下去 微信发来消息 你已添加了朵朵 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几乎是同时 余朵朵那边秒发来消息 我扭到脚了 现在在医院 猜猜我旁边是谁 我回复 没兴趣 余朵朵 是不敢证实吧 我偏要告诉你 是你的男朋友谭思欲 他送我来的医院 现在正陪我看医生呢 等下还要送我回去 我没有回复 对方却不依不饶 继续信息轰炸 我思考了一下 之前的死缠烂打 确实有点激进 他可能不喜欢 他喜欢你这样温柔懂事的吗 我也可以装呀 我可是百变仙女 为了能搞定男人 可以变成任何类型 不就是装柔弱吗 谁还不会呀 晚上扭到脚 我就在电话里面 对他哭 说自己疼得受不了 他果然吃这一套 我就哭了几声 他直接跑来我家了 看到我肿起的脚踝 他非要送我来医院 这说明什么 他开始关心我了 姐姐 你的男朋友也没那么难搞定吗 第二天早上 我准时接到了谭思玉打来的起床电话 小懒虫 别睡了 快起床 他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我吸了吸鼻子 思玉 昨天晚上 你匆匆离开 是去忙工作了吗 那边 谭思玉沉默了片刻 清晰 我不能瞒你 对不起 昨天是因为鱼躲躲脚扭了 打电话向我求救 我送他去医院了 他继续跟我解释 他在电话里哭得很伤心 我想 他一个女孩子 在这里无亲无故 身边也没个朋友 旧 思玉 我相信你 我打断他 你一向绅士 虽然表面看着高冷 但其实心地善良 面对别人的求助 又怎么会不伸出援手呢 谭思玉松了口气 清晰 谢谢你理解我 我就知道 你是最善解人意的女朋友 上午去公司 开了两个多小时的会 从会议时出来 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去办公室拿了手机 我赶紧朝食堂跑 等打了饭坐下 我一边吃一边按亮手机 看着手机里三十多个未接电话 我吓了一跳 正发愣时 电话又响了 我赶紧接听 思玉 你怎么打了这么多电话给我 对面很急切的语气 清晰 你去哪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没去哪呀 就在公司 那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今天上午要开会 你知道的呀 可是 你们每次开会不都是一个小时就结束的吗 下周不是有领导要来视察吗 很多准备工作要提前安排 会议就延长了呀 这样啊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呢 正准备赶去你单位 思玉 其实 你不用这么紧张的 你也知道 我们开会不让带手机 我在单位 能发生什么事呢 没办法 我就是紧张你 一联系不上 就忍不住胡思乱想 怕你出什么事了 我叹了口气 安抚了他一会 才挂了电话 谭思玉什么都好 称得上完美男友 但就是有一点 对我过分紧张 他每天会打很多电话给我 只要有一个电话没接 他就会一直打 大多数情况下 我都是手机不离身 他打电话都能秒接 但今天这样的情况 也有发生过 我也跟他说过 不用那么紧张 我看到未接电话 会回给他的 不用一直打 我说 如果他打电话 我超过半天 没有接也没有回 才可能会有事发生 一两个小时而已 真不至于 我告诉他 我跟我爸妈也都是两三天才联系一次呢 不行 我就要随时随地都联系你 我得了解你的动态 他态度强势 除了打电话比较勤外 谭思玉还很介意我跟其他男士的接触 记得有一次 我跟他一起逛街 正走路时 我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一回头 身后站着一位高个子帅哥 你好 这个是你调的吗 帅哥伸手递过来一支口红 我一看 果然是我的 可能是刚才从包里拿纸巾时 不小心把口红带出来了 谢谢你 我接过口红 微笑朝帅哥道谢 不用谢 帅哥也对我笑笑 转身离开 等我把口红装好 却发现旁边的谭思玉脸色很难看 怎么了 我问 你对他笑了 谭思玉闷闷不乐 我无奈 你这是吃得哪门子的醋呀 看到你对别的男人笑 我心里不舒服 他第一次用有点撒娇的语气 对我道 不行 以后不能对别人笑 人家捡了我的东西还给我 我道谢并微笑 这是基本的礼貌 你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了 我瞪他 看我确实有点生气了 谭思玉又赶紧跟我道歉 买礼物哄我 还有一次 我在家接他电话时 外卖到了 电话那头的他忽然变了语调 我怎么听到男人的声音 外卖呀 我说我点的麻辣烫 真的他还一副不幸的样子 谭思玉 你这是什么语气 我不高兴了 他又跟我道歉 说自己不该疑神疑鬼 可是半个小时后 他却直接来我家了 看到我桌子上刚吃完的麻辣烫 他似乎松了口气 谭思玉 你什么意思 我有些委屈 你是不信我吗 专门跑过来 看我是不是在骗你 他一把抱住我 对不起 清晰 是我太敏感了 你也知道 因为上段感情的事 我习惯性怀疑 你和他不一样 你这么纯洁乖巧 我不该这样对你的 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会改过来的 我点点头 谭思玉的上段感情 他跟我讲过 他的前女友背叛了他 还把别的男人带回了家 那段感情伤他很深 思玉 思玉 我不会做那样的事 我安慰他 嗯 你是我见过最美好的女孩子 她紧紧抱着我 后来 谭思玉就经常来给我做晚饭了 不用这么麻烦 你这样会很累 我说 不累 不想让你整天吃外卖 你该不会是 看我跟外卖员说话吃醋吧 我开玩笑 猜对了 谭思玉爽快承认 不想让你跟别的男人接触 谭思玉促进很大 恨不得我的生活里只有他一个男人 还好 我工作的单位女性居多 而且我的部门同事和领导也都是女性 我性格比较安静 朋友很少 男性朋友更是一个都没有 平时休息时 我要么跟谭思玉约会 要么一个人待在家里 连大学同学聚会 我都懒得去参加 谭思玉很喜欢我这样安静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我想 如果我是那种性格开朗的人 平日里呼朋唤友 动不动就出去聚会 谭思玉肯定受不了 晚上 谭思玉带我出去吃烧烤 吃饭的时候 他不时低头回信息 我注意到 他的嘴角不自觉扬起 看得出来 他的心情很好 跟谁回信息呢? 我问 一个学生 他将手机放到一旁 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 笨得可以 那你这样的老师 还真有耐心 你的学生有福气了 我说 对不起 我不该吃饭的时候 心不在焉 接下来 他倒是没有再回信息了 手机一直叮咚作响 他也没理会 只不过吃完饭 他却让服务员打包了一份 有青菜瘦肉粥 还有鸡翅 花甲什么的 这是给谁带的? 我问 哦 我学生 这么晚了还在做实验 晚饭都没吃 他轻描淡写 可是 回家后 我却收到了 于朵朵发来的照片 照片里 正是谭思玉打包的食物 姐姐 这是谭老师特意给我带的哦 我跟他说 晚上不吃饭 我要减肥 他说 我胡闹 姐姐 你该不会把我给你发信息的事告诉谭老师吧 我们可是打赌了 如果你告诉他了 就说明你认输了 你开始害怕 怕我真的会抢走他 你不是说他不会喜欢我吗 那就让我们看看 我和姐姐 谁的魅力大吧 我发现 他真的喜欢柔弱的女孩子耶 自从我改变了策略 变得柔弱爱哭 他就开始理我了 姐姐 三个月之内 咱们见分晓吧 周末 谭思玉邀请我去他家看电影 他家里有很高配置的投影仪 而我很喜欢看怀旧电影 吃完午饭 我一个人窝在沙发看电影 而他去书房办公 看完一部电影 我起来泡了两杯咖啡 端着一杯咖啡走到书房门口 我敲了敲门 看完了 他停止敲键盘的动作 抬头给我一个微笑 嗯 我把咖啡端过去 放在桌子上 谢谢老婆 他亲了亲我的手 你忙吧 我自己找本书看 说着 我开始在书架上扫试 谭思玉不愧是大学老师 家里最多的就是书 他的书房比主卧还大 里面的书柜上 满满当当全是书 而且 书的类型又多又杂 有它专业的 还有天文地理 音乐美术等个方面的 甚至 我还在角落里看到 几本关于解剖学的专业书籍 不过 我感兴趣的只有小说类 和历史类 挑选半天 我抽了一本野史 正准备坐下看 眼神扫到了角落里 那个上了锁的柜子 还没找到钥匙吗 我问 之前来他的书房 我见这个柜子上锁了 就问里面装的什么宝贝 居然还要锁起来 他说 没什么 就是一些旧书 我说我想看看 让它打开 他找了一会 说太久没打开过了 忘记钥匙在哪里了 嗯 可能不见了 过段时间 我找个开锁师傅 把这个锁换了 怎么 还怕我藏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他转动椅子 侧过身 用手支着下巴 好整以暇的看着我 对啊 谁知道 你背着我藏了什么 我顺着他的话故意说 可是 在看到他的电脑屏幕时 我却愣住了 因为他身体的挪动 整个电脑屏幕都露了出来 屏幕上呈现的是 正在做的一份PPT 但内容却是关于金氏的销售技巧 而于朵朵 目前正在一家连锁金氏店里做销售 你在帮于朵朵做PPT 我问 谭思欲的眼神并没有心虚 淡定道 他要在月末的总结会上做分享 但是自己又不会做PPT 就拜托我帮忙 你们很熟 也不算熟 他虽然文化水平不行 但还知道上进 经常去学校蹭我的客厅 你也知道 作为老师 总是喜欢态度认真的学生 看在他勤奋好学又可怜的份上 我就帮他一把 思欲 答应我 不要喜欢上他 你开什么玩笑 他比你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有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 怎么会看得上他 七夕那天 谭思欲请我吃了浪漫的烛光晚餐 吃完饭 他递给我一个精美的盒子 打开一看 是一条漂亮的珍珠项链 喜欢吗 他笑着问我 嗯 我点头 帮我戴上 我就知道 你皮肤白 戴着肯定好看 他歪着头 欣赏我的模样 因为我的作戏习惯 我们也没有安排别的项目 谭思欲将我送回家 洗漱完毕 躺在床上 我收到了于朵朵的微信 他发过来一张照片 里面是一条珍珠项链 和我今天收到的一模一样 谭老师刚刚送我的七夕礼物 漂亮吗 我上个星期无意间跟他说 自己好喜欢这条项链 就是有点贵了 舍不得买 没想到他居然记在心上 今天就给了我一个惊喜 姐姐 谭老师送了你什么礼物呀 我暗灭了手机 黑夜里 一片寂静 男人变心 犹如蟹闸洪水 无力阻挡 谭思欲每天跟我打电话的次数变少了 从以前的一天几十个电话 变为十几个 几个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他要花费在别处 那用在我这里的必然会减少 甚至 他给我做的饭菜 口味都开始改变 我看着眼前满是辣椒的酸菜鱼 皱眉 怎么这么辣 我一向喜欢清淡 不喜欢口味过重 谭思欲道歉 对不起 不小心放多了 我心里明白 他把我当成另一个人了 于朵朵经常在朋友圈发美食照片 她是辣 昨天 她的朋友圈内容是 谢谢你愿意迁就我 陪我品尝你不喜欢的特辣火锅 照片的左下角露出半截手臂 手腕上的表 足以让我认出那是谁 呜呜呜 我好可怜呀 谁来把失业的孩子捡回家 于朵朵的朋友圈表明 她失业了 一周后 她找到工作了 她成了谭思欲的助理 那天 我们单位突然停电 下午就提早下班了 我想着去谭思欲的学校 接她下班 给她一个惊喜 站在她办公室门口 我看到了里面的于朵朵 她坐在谭思欲的办公桌前 正面对着电脑 而谭思欲站在她身后 弯着腰 右手指着屏幕正在说着什么 于朵朵放下鼠标 语气懊恼 谭老师 我是不是特别笨呀 连最基本的表格都学不会 谭思欲轻笑 没事 慢慢来 她直起腰 看到站在门口的我 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片刻 又恢复镇定 赶紧朝我走来 清晰 你怎么来了 我无视她伸过来的手 站在原地不动 她怎么在这里 谭思欲迟疑 她是 姐姐 我失业了 是我求谭老师 让她帮我找份工作的 谭老师只是太善良了 你别怪她 要怪就怪我 于朵朵用软软的 可怜巴巴的语气说道 所以 她现在的工作是 我不理会她 只看着谭思欲 谭思欲 我的助理 你不是说 你的助理 只要本科以上吗 她是什么学历 你们什么关系 让你对她破格录取 我一声声质问 声音越来越大 我想 我现在瞪着眼睛 立声质问的样子 一定很凶吧 谭思欲从来没见过我这个样子 她见过的我 永远是温柔闲静 安静如水 清晰 你别这样 我可以解释地 谭思欲皱起了眉头 她身后的鱼朵朵 此刻正看着我 毛子里尽是得意和挑衅 我不需要你的解释 我朝她大吼一声 转身跑开 谭思欲下班后来找我 我没给她开门 清晰 我跟朵朵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是看她可怜 给了她一份工作 如果你不喜欢 我让她离开 她站在门口说道 屋内 我背靠着门 将她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滚 我不要听你的解释 你就是变心了 我大吼大叫 疯狂将门拍的 砰砰响 谭思欲似乎被我的样子 吓到了 清晰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不是一向情绪稳定吗 你的温柔呢 你的知书达理呢 我冷笑 男朋友都出轨了 我还怎么冷静 怎么温柔 你这样的话 我们暂时 没法正常沟通 清晰 等你情绪稳定了 我们再好好谈谈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谭思欲说完这句话 就离开了 整整一个星期 谭思欲都没再找过我 先联系我的 是于朵朵 那天晚上 他发给我一张照片 他和谭思欲并肩躺在床上 两人露在被子外的肩膀 都是光溜溜的 谭思欲 眼睛闭着 嘴角微翘 就算睡着了 也不能掩饰他心情好 很明显 两人刚刚做了什么 他们现在正在谭思欲的家里 盖着的被子上有淡蓝的小花朵 那被套还是我买的 姐姐 我好像赢了呢 这才两个月 我就成功睡到谭老师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本来只想玩个游戏的 等赢了就走 可是现在 我发现谭老师挺优秀的 我不想把他还给你了呢 姐姐 你自己走吧 拾去点 给自己留点脸面 我看了眼时间 晚上十一点 从床上起来 穿戴整齐 我出门打车 直奔谭思欲的住处 我知道谭思欲的大门密码 直接开门进去 踹开卧室的门 我跑过去 一把扯开床上的被子 正在床上相拥的两人 被这动静吓了一跳 立马惊醒 啊! 鱼朵朵吓得尖叫 谭思欲捡起被子 将两人盖住 又紧紧拥住他 别怕他安慰到 片刻 他又抬头看向我 清晰 你疯了 你都跟别人上床了 我能不疯吗? 我的嗓音 带着哭腔 谭思欲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不是说要跟我结婚的吗? 你不是说 永远不会离开我吗? 我一边痛哭质问 一边朝地上砸东西 手伸像房间里的物件 拿到什么砸什么 台灯 小风扇 挂衣架 书本 鞋子 乱七八糟的东西 被我扔了一地 林清晰 够了 谭思欲扯过衣服穿上 站起身朝我吼道 我从来不知道 你竟有这样一副模样 这才是你的真实样子吧 以前的温柔闲静 都是装的吧 第一次 我在谭思欲的脸上 看到了厌恶的表情 也对 她一向喜欢温柔乖巧的女孩 我这样歇斯底里的模样 是她最讨厌的 明明是你出轨在先 你凭什么指责我? 错的是你 我痛哭哀嚎 是 我是出轨了 变心了 那又怎么样? 我们还没结婚 感情讲的是你请我愿 我现在不喜欢你了 我喜欢的是朵朵 我要跟你分手 跟她在一起 我有这个自由 谁敢说不 谭思欲可能是真厌恶我了 干脆破罐子破摔 从她的脸上 我看到的是对我的赤裸裸的嫌弃 你这歇斯底里的泼妇样子 我看一眼都嫌恶心 谭思欲说着最恶毒的话 现在滚出我家 不然我报警了 谭思欲看 我的眼神无比凶狠 那一闪而过的寒光 吓到我了 我站起身 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半个月后 余朵朵约我见面 在咖啡厅坐下 我看向对面的女孩 找我干什么 女孩搅着面前的咖啡 眼神无辜 说出来的话却恶毒 找人分享一下胜利的喜悦啊 你抢走了我的男朋友 却要来跟我分享喜悦 我冷笑 你知道 我最享受 于朵朵正在说话 她的手机响了 接起电话 她立马转换为温柔乖巧的语气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会乖乖的 不喝冰水 放心吧 挂掉电话 她对我道 我从来没见过谭老师这么温柔体贴的男人 这几天是我生理期 她还给我煮红糖浆茶呢 每天都打电话嘱咐我 不要喝冰水 说完 她又歉意地看向我 不好意思啊 这么优秀的男人 以后就归我了 你愿我到底想干什么 我问 我不是说了吗 分享喜欢 你知道 我最享受的一刻是什么吗 不是抢走别人男朋友的那一瞬 而是看到别的女人失去男人后痛哭 难受 煎熬的模样 每次看到别的女人露出这样的表情 我就觉得无比有成就感 把本来恩爱的男女拆散 让那个男人为我着迷 抛弃他原本的爱人 甚至为了我去责骂 厌恶那个女人 这个过程多有意思啊 这不就证明 所有的女人都不如我 我才是最有魅力的人吗 相爱越深 越亲密的情侣 拆散起来 越有成就感 我看着眼前的女孩 你是变态 她耸耸肩 笑咪咪 对啊 等等 你刚才说 每次 我琢磨这个词汇 也就是说 你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了 当然不是了 于朵朵眨巴着眼睛思考 第一次好像是初中吧 我们班有一对学霸早恋 同学们都知道 还说他们班配 说什么他们成绩又好 长得又好 天作之合 我就不服气 非要把他们拆开 我偷偷摸摸给那男生送吃的 关心他 跟他表白 他一开始还严厉拒绝 后来 还不是被我拿下了 看我学习差 还非要帮我补习 要我跟他考一个高中 我嫌他烦 就把他踹了 上高中后 我又这样拆散过几对 那些男生真是不禁勾搭 我还没怎么发力呢 他们就乖乖臣服了 真是没意思 不过 每次看着那些女生难受的样子 我还是挺开心的 还有个女生 居然因为失恋跳楼了 则 心理素质真是太差了 后来嘛 我去上了大专 毕业了又去工作 这几年 具体拆散过多少队 我也数不清了 不是我吹哈 我发现 在对付男人方面 我真是天赋一离 越来越游刃有余 我总是能精准地捕捉到 这个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然后把自己变成那样的女孩 让男人无法抵抗 男人上钩的时间越来越短 我也越来越觉得没有挑战性 直到我遇到了谭老师 他是我这几年碰过的最优秀的男人 无论是外表 还是内在 还得感谢姐姐 之前姐姐说 她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我就开始观察你 也分析她 终于 我品出了些结论 她喜欢温柔乖巧的女孩 如果再带点可怜的味道 那就更好了 于是我把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谭老师很喜欢女孩子柔弱的一面 我发现 每次我哭着向她求助 总是有求必应 你是温柔 但我除了变得温柔外 我还乖巧 可爱 可怜 单纯 对谭老师盲目崇拜 我比你更符合她的审美 我变成了她心目中完美的对象 她当然会选我了 于朵朵还在炫耀她的丰功伟绩 电话又响了 还是谭思玉打来的 以前 她也是这样对我 一天几十个电话 表面看着冷清 实则黏人得很 于朵朵对着电话撒娇一番 挂了电话 又对我说 谭老师从临时出差回来了 说回到家必须第一眼看到我 太黏人了 没办法 我得回去了 等一下 我叫住她 据我对思玉的了解 她虽然体贴周到 但骨子里埋着大男子主义和传统主义 看得出来 她对女孩子的贞结很看重 你的恋爱史那么丰富 不可能还是处 这还不简单 于多多打断我 面色得意 一个小手术就解决了 我明白了 原来她通过手术 把自己变成了纯洁无瑕的女孩 谭思玉不是改变了原则 为她破例 而是 她以为自己就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于朵朵 我不会放弃的 我跑上前 挡在她面前 只要你们没结婚 谭思玉就是自由的 就像你能从我身边抢走她一样 我也能再从你身边把她抢回来 你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样话的女孩 我不会介意 因为 最终你们都会失败 她笑嘻嘻耸奸 失去了谭思玉 我以后可能再也找不到比她更优秀的男人了 我没那么傻 我态度坚决 过程不重要 结果才重要 那我们就看看 最后跟思玉结婚的是谁 你的意思是 你还没认输 除非谭思玉跟我结婚了 你才放手 她双手抱毙 歪着头可看我 我道德底线没你那么低 如果她结婚了 我捏了捏拳头 我不会去纠缠已婚男人 好 于躲躲昂着下巴 不肯认输是吧 行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我们举行婚礼 你会输得心服口服 我通过各种方法想去见谭思玉 但都被她避开了 我这边进展困难 于躲躲却战绩斐然 只过了一个月 她就给我发来了婚礼的电子请帖 请帖设计得很精致 上面印着他们两人的合照 男帅女量 是挺般配 我盯着照片 看了很久 婚礼那天 我去了现场 站在台下 我看着他们走完整个流程 两人笑叶如花 浑身洋溢着幸福 我一个人坐在宴席的角落 默默吃饭 忽然 眼前多了一片阴影 我抬头 看到站在面前的女孩 她身着绣和服 化着精致的妆 啪 她甩了一个红色的小本本在我面前 我看了一眼 上面印着三个字 结婚证 于朵朵得意洋洋 怎么样 认输了吗 我和谈老师 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我深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来 我认输 恭喜你们 我面带微笑 祝你们百年好和 一辈子不分离 没有收获到意料的效果 我 于朵朵好像有些不开心 她抿着嘴唇 瞪着我 你为什么不哭 为什么不吵呢 为什么不歇斯底里 为什么不像那些女孩一样 要死要活 为什么不去跳楼 是吗 我接着她的话 补充到 跳楼 于朵朵皱了皱眉 像是想起了什么 是有个女生跳过楼 你还别说 那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次 我忍住了内心的疼痛 看着她 其实 我有些不理解 你的性格 不是能被婚姻束缚住的 我就不信 结婚后 你会安分守己 守着一个男人过一辈子 那么 你为什么要选择结婚 还不是为了赢你吗 是你说 我们不结婚 你就不认输 我只想让你心服口服 与朵朵满不在乎的口气 至于婚后 至少现在 我还挺喜欢谭老师的 愿意跟她玩结婚的游戏 以后 等哪天我真的腻了 不想看她了 大不了就离婚呗 多大点事 既然你们结婚了 放心 我不会再打扰你们 我语气平和 而且 我祝你们所死一辈子 看着我从容离开的样子 与朵朵有些气急败坏 喂 就这么算了吗 你不难过吗 你不想去死吗 我不会死 反而 以后的你 才会生不如死 我站在原地 一字一句道 什么呀 莫名其妙 于朵朵一脸茫然 嘟囔着 走出婚宴大厅 站在广阔的蓝天下 我的笑容慢慢放大 于朵朵 你可能不知道 谭思欲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丈夫 一个会折磨你 让你以后都在水深火热中痛苦生活的人 因为 谭思欲 他是一个十足的变态 第一次遇见谭思欲 是在给大校园里 那是一个偏僻的角落 以前没毕业时 我就喜欢一个人跑来这里 安安静静待上一段时间 台姐心中的郁闷 烦躁 后来工作了 但还在同一座城市 我偶尔还是会来大 在这个熟悉的角落散心 那天 我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 第一反应是 找个树丛躲起来 我性格偏内向 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有些轻微社恐 所以 能不与人碰面 就尽量不碰面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角落 见到别人 还挺尴尬的 我钻进树丛里 透过缝隙 看到一位面容俊秀的男子走过来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 编织袋里有什么载动 应该是装的活物 然后 我就看着那人打开袋子 从里面拎出一只 奄奄一息的小猫 小猫睁着圆圆的眼睛 可怜巴巴的望着它 可能是知道自己 逃不过接下来的命运 小猫也就滴滴滴喵喵叫了两声 甚至 没怎么挣扎 男人温柔的看着小猫 还摸了摸小猫的脑袋 乖一点哦 我很快的 他拿出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亲手把那只小猫杀死了 整个过程很慢 男人像是要好好欣赏 小猫无力挣扎的样子 再后来 他换了一把刀 又把小猫慢慢肢解 挖了个坑埋起来了 他使用手术刀的动作很熟练 脸上的表情也一直温柔 像是在对待心爱的人 我一直死命捂着自己的嘴巴 才不让自己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直到 那个男人拎着带子离开 过了很久 我的脚都麻木了 才终于赶从树丛里出来 我找了个树枝 把刚才被埋的小猫挖了出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直对着暴露在外的小猫道歉 因为只有这样 小猫才能被发现 一天后 大论坛爆了 有人把小猫凄惨的照片发上网了 而且 发现小猫的人还在附近挖到了很多碎骨头 也就是说 那个人不是第一次做这事了 他是个老手 不知道 有多少小动物惨死在他的手下 我想 这件事曝光后 为大内上万亿份填膺的学生 一定会卯足竟想把这虐猫、恶人找出来 为了不被发现 那个男人也会有所收敛 但愿他能从此收手 不再伤害小猫 那段时间 我一直在位于躲躲的示范心 我找到了他 知道他工作的地点 但那又能怎样呢? 他没有直接做违法的事 我也没有他的把柄 我能拿他怎么办? 看着他每天过得鲜活自在 完全忘了自己曾经做过的恶 更别提愧疚了 我不知道用了多大的自制力 才忍住冲动 没有扑上去撕了他 一天夜里 我忽然灵机一动 恶人就需要恶人魔呀 如果与躲躲能跟那个虐猫男在一起 那不是绝配吗? 他们两个都是变态 互相折磨起来 肯定很精彩吧? 我开始去打听那个虐猫男的消息 找了很久 我都快放弃了 无意间却在给大官网上的教师简介里看到了他的照片 原来 他叫谭思玉 竟然是大学老师 戴着眼镜 西装革履 以表堂堂 走在路上 会吸引女孩回头的那种外表 却不想 其实是个衣冠禽兽 我开始暗中调查谭思玉的资料 他一看 就是心思缜密 处事谨慎的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咬牙花了笔钱 找了私家侦探查他 私家侦探效率挺高 给了我一叠厚厚的资料 里面的内容详细到从他的出生开始讲起 原来 谭思玉小时候有一个家暴的父亲 才产生了童年阴影 进而影响了他的心理 他从小学时开始 就有了虐待小动物的迹象 刚开始还不会遮掩 还被邻居看到过 后来 他就学会了隐藏 他谈过三个女朋友 前两个都因为受不了他变态的控制欲而分手 吸取经验 他变得会伪装 出色的外部条件 再加上博学多才 他又将自己伪装成谦谦君子 尽量不露出原形 所以 第三个女朋友 他谈了一年多 对方还没发现他的真面目 就在两人快结婚 已经开始筹备婚礼时 谭思玉发现女朋友把一个男人带回了家 他第一次没有控制住情绪 冲回家朝坐在沙发上的男人挥起了拳头 女朋友来拦 他连女朋友一块打 后来才发现 竟是一场误会 女朋友带回家的男人 是他堂哥 特意回来参加他婚礼的 不论谭思玉怎么道歉 女朋友都不肯复合 且怕被他继续纠缠 直接出国了 看到他打人的凶狠样子 女朋友被吓到了 他说 我怕婚后被家暴 研究了谭思玉的资料 我发现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他的三任女朋友都有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性格温柔 乖巧懂事 他想让女朋友像小动物一样 被自己掌控在手中 为了更好的实施计划 我报了心理学的课程 还买了很多心理学的书籍 苦苦研究 我把自己变成了谭思玉喜欢的样子 出现在他面前 第一次见面 我穿着鹅黄的碎花连衣裙 搭配淡紫色针织开衫 头发就披在尖头 标准的温柔淑女形象 那天飘着小雨 我撑着一把伞 从他面前走过 一阵风吹来 我没握紧 手里的伞飞了出去 正好撞在他身上 我连忙走过去 窘迫地一直道歉 因为不好意思 再加上不擅长与人交际 我紧张地一直捏着衣角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声音也是特意练习过 温温柔柔 没关系 谭思玉捡起伞 递给我 看到他嘴角的笑容 我知道 自己成功了 谭思玉虽然在外面的形象很绅士 但他很少笑 除非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合适 既然引起了他的兴趣 接下来 我就不需要做什么了 静静等待他主动出手 果然 两天后 我在一大外的书店里遇到了谭思玉 他主动跟我打招呼 我们聊了几句 气氛轻松愉快 分别的时候 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 后来 谭思玉开始追求我 面对他这么优秀的对象 我很难拒绝 就顺势跟他在一起了 相处几个月后 到了我生日 谭思玉问我想要什么礼物 我说不用 什么都不需要 但他坚持 说我不要 他就自己乱买了 无奈之下 我说 那就要个手链吧 我带他来到了一家金饰店 最后 我选了一条样式简洁的手链 柜台后的女孩面带微笑 哇 小姐姐好幸福 男朋友又帅又体贴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男士记得自己女朋友的手腕尺寸呢 我看了看女孩 她的眼底快速闪过一道光芒 那是志在必得的欲望 那位柜台小姐就是于朵朵 我知道 谭思玉是她喜欢的斯文禁欲类型 我也知道 她最爱做的事就是抢别人男朋友 别人越恩爱 她破坏的欲望就越强烈 但我没想到 她行动如此快 第二天晚上 她就去了A大 美其名曰充实自己 去蹭谭思玉任教的选修课了 她不是谭思玉喜欢的类型 但我相信她会成功 于朵朵在揣摩男人心思方面 仿佛天赋异禀 无往不利 这些年 她抢人男朋友 还没有失败的案例 果然 在我的故意提醒下 以及她出色的自身能力 她很快琢磨透了 摸清楚 谭思玉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了 她把自己完全变成了那种模样 比我还符合谭思玉心目中的完美女友形象 按照我的计划 她成功抢走了谭思玉 可是 只抢走是不够的 我要让他们结婚 成为法律上的夫妻 我要让他们捆绑在一起 再难分开 为了能顺利离开谭思玉 我还把自己变成了歇斯底里 会大声吼叫的泼妇 因为 这是她最厌恶的女人模样 果然 她再也不想多看我一眼 三个月后 下班回家的路上 路边忽然冲过来一个女孩 她脸色苍白 头发凌乱 我愣了一下 才认出来 这是鱼朵朵 她拽着我的衣服 我把谭思玉还给你 求求你了 你把她带走好不好 你不是喜欢抢别人男朋友吗 怎么 抢到手就不香了 我冷笑 我认输 我不比了 我没有魅力 你不是喜欢她吗 我把她还你 你们还能好好生活 与朵朵满脸急色 不可能 她可是你的丈夫 我没那么道德低下 去破坏别人家庭 我果断拒绝 丈夫 对 我们领证了 她是我丈夫 与朵朵神情恍惚了一下 又满脸惊恐 不 我不要跟她生活 她打人 她有家庭暴力 看来 事情和我预料得差不多 跟谭思玉这个大变态比起来 与朵朵这个小变态也只有受虐的份 一瞬间 与朵朵眼底又恢复清明 她抓着我 想抓着救命稻草 你帮帮我 谭思玉太恐怖了 她没收我的手机 不让我跟任何男人说话 她还打我 那你报警啊 我面色平静 不 报警没用 他们只会劝解 回家后 谭思玉 会用更可怕的手段折磨我 连证据都不会留下 报警都没理由 那你想我怎么帮你 你变回原来的样子 她就会喜欢上你 放我离开 鱼躲躲 你还真是自私呀 你觉得可能吗 我好整以侠 更何况 把你送到她身边 让你们捆绑在一起 本来就是 我一手促成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轻轻笑了 傻女孩 这是我对你的报复啊 你做的恶太多了 既然法律不能奈何你 那我只能找个变态 来对付你了 你是谁 于躲躲瞪着我 你还记得林麦麦吗 我问 林麦麦 于躲躲眯起眼睛疑惑 那是谁 一个被她害了性命的人 她却连名字都不记得了 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有个同样成绩优秀的竹马 两人约好 一同考一大 可是 她的竹马 却被另外一个女孩抢走了 不仅如此 那个女孩整天发两人的亲密照给她 对她各种刺激 后来 她不堪折磨 从楼顶上跳下去了 她死后 那个男孩像是突然醒悟了 也从同样的地方跳了下去 于躲躲眼神放空 像是在顺着我的话回忆 哦 你说的是那两个人啊 心里太脆弱 这怪不了我 于躲躲理直气壮 他们不想活 关我什么事 所以 你被家暴 关我什么事 我冷淡倒 离开时 我看到谭思玉从一辆车上下来 正往于躲躲那里 大步走去 于躲躲下得全身发抖 姐姐 我以后也要考 大 当你的学妹好不好 姐姐 这是我的零花钱 我分你一半 姐姐 我不喜欢吃排骨 给你吧 这天夜里 我的梦里都是林麦麦 几年了 我都没有再好好看清楚 她那可爱的脸蛋了 林麦麦 那样善良美好的女孩 生命却结束在高三那一年 林麦麦是我的堂妹 小叔小沈的女儿 比我小两岁 从小 她就是我的小尾巴 她 跟在我身后到处跑 初中时 我爸做生意失败 家里欠了很多钱 家境一落千丈 看我很久没有新衣服穿了 麦麦就跟小沈撒坡打滚 把自己过年收到的压岁钱留了下来 用那些钱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 她还非要把自己的零花钱分给我 去食堂吃饭 她把自己喜欢的菜都加给我 根本没发现自己忍着吞口水的样子 她喜欢黏着我 她说 最崇拜的人就是我 她的小竹马只能排第二 这么美好的女孩 可惜的是太恋爱闹 这不怪她 她年纪还小 没经历过太多事 恋爱大过天 被抢走的男朋友 是她从小到大的玩伴 感情很深 于朵朵还整天发照片刺激她 那时候 我在上大学 没有及时发现她的不对劲 没有好好安慰她 帮她渡过难关 她没有想开 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接到噩耗的那天 我不敢相信 我的妹妹就那么没了 再后来 那个男孩也从那里跳下来了 我打听到事情的原委 去找了那个叫于朵朵的女孩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 于朵朵的新男朋友 在KTV给她庆祝生日 因为邀请的人很多 包房灯光昏暗 我直接开门进去 也没人注意 于朵朵的新男友出去点菜了 我就在她旁边坐下 旁边有女生恭维她 朵朵 朵朵 你太厉害了 刚有两个人为你跳楼呢 你这又有新男友了 我谁都不佩服 就佩服你 于朵朵嘟着嘴 我过生日呢 别提那两个人 晦气 我为这人的冷血量薄精恶 因她而死的人 只是换来她的一句晦气 这个女孩 是个没有感情的恶魔 我将手掌掐出了血 才忍住了找她拼命的冲动 我在心里发誓 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后来 于朵朵得罪了一个颇有权势的富家小姐 对方要报复她 他们全家都吓得搬走了 我找了几年 都没有她的消息 直到工作后 一天 我在一家金氏店里的柜台后看到了她 于朵朵 我的报复要开始了 于朵朵疯了 她的爸妈一无所知 还在全国各地旅游 当然 用的是谭思玉给的钱 我假装于朵朵的朋友 联系上她爸妈 告诉他们 于朵朵好像精神出问题了 在我的暗示下 他们才发觉事情好像不简单 他们报警了 谭思玉是很厉害 但面对专业强大的警务工作者 还是不免露出破绽 她没扛住警察的问讯 最终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她不仅在精神上折磨于朵朵 还对她家庭暴力 于朵朵的身体上伤痕累累 伤害她的就是谭思玉所在书房柜子里的手术刀 那也是曾经虐待过很多小动物的工具 谭思玉被警察带走了 至于于朵朵 我亲眼看着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随后 我去了墓地 手里捧着一束百合 那是麦麦最喜欢的花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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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